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他是靠着正规手段当上的太子 有必要逼迫李渊退位吗 李师民做的是借着平乱的名气 斩杀了李建成 斩杀了李渊吉 并且领兵前去逼宫 将李渊硬生生的逼下皇位的 这样当上太子的李师民 可能靠着正规手段登基吗 其实说 李师民是逼迫着李渊退位 自己当上皇帝也不太对 毕竟李堂的王朝是李渊亲自交给李师民的 在选五门之变以后 李渊也当了一段时间的皇帝 李师民并不是直接上位的 而为什么说 李渊的王朝是李师民抢走的呢 先看李师民犯下的罪过 为了夺得太子之位 杀害了李建成 杀害了李源吉 并且将两人的子孙后代中所有男性全部杀害 并且霸占了李源吉的老婆 虽然两人死后 李师民对两人的女儿及其妻子都是比较不错的 但这依旧无法改变李师民残害同胞的罪责 他杀害的始终不是其他人 而是自己的亲兄弟 在杀害了李建成以后 李师民命为持宫前去护驾 真的是护驾吗 当然不可能 为持宫是骑着刀去的 李源见了他以后 看着满身血腥气的将军 只敢为为诺诺 点头称是 对李师民的决定 李源根本不敢有丝毫反抗 毕竟 不反抗的话 父子俩相安无事 李源还能够安度晚年 而反抗的话 李建成的今天就是李源的明天 不存在任何意外 李源虽然是皇帝 但在当时却是完全没有能力与李师民抗衡的 李师民掌握的是军事大权 李源就算是想反抗也是不可行的 再说 李师民也是他的儿子 与其被其逼迫退位 不如主动让位 李师民当太子的目的是什么 必然便是登基当皇帝 李源不过是让这一天提前了 对于李源来说 通过皇位却没有任何的权利 李师直接退位没有任何区别 而李建成和李源吉都死了 最能够继承皇位的也只剩下了李师民 少算两天皇帝提前退休 也不见得就是一件坏事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李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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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